今屆奧運保持長勝的中國跳水蒙之隊終於初上敗職 男子三位版決賽,先有衛免選手何聰表現失準 作為奪金箱保險的另一中國選手秦海表現都一般 直至比賽末段才升上榜首 就在最後一跳,俄羅斯名將薩哈羅夫完美落水得到過百分 成功反勝秦海獲得金牌 中國跳水隊今屆奧運的目標是盡攬白面金牌 但今場輸給俄羅斯的選手打破壟斷 希望中國隊不要氣餒繼續交出好表現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